从疫情高危险的国家回国 没有症状就代表没有确诊武汉肺炎吗 其实除了潜伏期之外 还有所谓的无症状感染者 究竟无症状感染者的成因以及预防方式为何 我们来请教专业医师 这个潜伏期就是这个病毒比较狡猾的地方 它潜伏期可能会很长 也可能大部分 但是大部分的人应该就是在三天四天这时候发病 14天应该可以包含大部分九成以上的病人 那我们当然会有一些很少数很少数的病人超过14天 因为我们每个人接触到这病毒 每个人的免疫反应不一样 有哪些人可能变成无症状 病毒繁殖的比较慢 身体可能还没有察觉到 这时候你就比较不会有症状 第二个是你的免疫力 对这个病毒有一些浓冷的感觉 这就是我们临床上讲的 每个人的免疫反应不同 有些人看到一样的病毒 反应力很强 有些人反应力很弱 很弱的时候呢 你身体就比较不容易出现症状 这时候你就可能会变成一个 无症状的感染者 也不要小看这些无症状的感染者 因为在鼻腔或者是其他地方 採检到的病毒含量的 採检到减体其中的病毒含量呢 跟有症状的人呢 其实相去不远啦 意思是说他的病毒量 其实并没有比有症状的人少到哪里去 也就是说他一定也有感染能力 所以这些无症状的人呢 也有可能会造成很多人的感染 其实台湾的很多个案也是 一些他从国外回来啊 可能去开个会他没有症状 结果一起开会的研究生或其他人就被传染 不确定自己或周遭的人是否为无症状感染者 因此防疫措施必须得做好做满 除了戴好口罩 医生也提醒几项必做的动作 目前呢不管你是有症状无症状呢 其实呢一些处理的方法 有一些共同的 第一个就是你还是要保持人际的一些社交距离 会比较安全 比如是一公尺或1.5公尺 第二个呢是常洗手 然后到公共场合戴口罩 这些呢其实有无症状的人 都一样都这一套都有效 而无症状的人可能特别的要注意的是 你从疫区或者是接触相关高风险群之后呢 自主隔离14天非常重要 千万不要因为你无症状 你就觉得哇我干嘛要隔离14天 我还是照常去生活啊照常去社交啊 这样就有危险 因为你有可能就是一个无症状的感染者 对此有人建议针对全部有风险的民众进行筛检 甚至到全民普查 但医生者回应 量人目前仍然不足 因为我们的量人有限 一天检验的上限是三四千啊 每天大概都用到两千啊 意思是说都用到了 检验量人的一半以上了 目前如果要大规模筛检 无症状的患者 只有靠他的接触时啊 或旅游时的话 可能这个筛检量会破万 目前就是看是否 未来的量人能大幅的提升 才能做一个普遍的一些轻症的筛检 是否有办法可以让更多实验室加入啊 或者是聘请更多的医检人才啊 让我们的量人提升 未来可能会将这些高风险族群 虽然他们没有染病的证据 是否要做一个普遍性的筛检 而锁定的就是像我们这种医护人员 或者是一些就是一些交通业的 无论是防疫计程车的司机 或者是我们的空姐 或者是机长这些服务员 因为处查之后会防止这些人 万一他是一个明明得病的 无症状感染者 继续进行他们的业务 会不会把它传染给普通的民众 造成一个传染病的流行 所以目前是有这个建议声量 不过这个一样 也是要等我们的筛检量人更提高的时候 就会开始筛检这些高风险的族群 不管自己或是周遭的人有没有症状 只要出入人多的环境 就是无法保持安全距离 口罩就是必需品 配合政府政策一同抗战 相信就能预防疫情持续扩大 感谢观看